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信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前面咱们也用了一些smart给我们提供的自定义函数 对吧 咱们也会自己定义 什么自定义函数 对吧 那么咱看几个常见的自己定义的自定义函数的形式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访问这个做几个自己拥有的这样的一个函数 好吧 我们看一下 系统提供的这几个函数 咱们说了自定义函数不太实用 对不对 对 自己定义的都哪些常用 比如说像颜色选择器 就是我们在添加表单的时候 比如标题或者字体选择红色的 还弹出框上对不对 或者是日历选择器 对 比如说咱们一般在搜索按时间搜索 或者添加一个指定时间的时候 对不对 虽然这里边有一个日期的 对不对 但是咱们不太满意使用这个 所以咱们对吧 咱们用一个日历的方式去使用更好一些 对 那还有比如说像文本编辑器 对吧 那个是比较大的 所以大家如果自己写的话 需要比如说一天或者几天去研究这个 那咱们如果把它做成标签的话 一条代码就可以 好吧 比如说我给大家做好了 因为这个要做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我先提前给大家做好了 你看做这么几个插件 一个是颜色选择器 看到了吗 就是用咱们前面做的方法 这里边用到了颜色选择器 是一个GS的特效 所以我看来还没学过GS 所以在网上找一个GS插件 大家觉得不好的话 可以仿照这个 接着插件在什么位置 GS这个位置 看到了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日期的选择器 Date 对吧 也是用GS做出来的 结构也是函数的形式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文本编辑器 看到了吧 模拟文本编辑器 TSTRE这个方法做的 对吧 有这么多参数 我都给大家试一下 好 怎么使用这几个标签 你看一条代码就可以用上 怎么用 在我们的模板里边 这个位置 比如咱们先用最简单的颜色选择器 好吧 当然这些既然的插件需要定义 头定义 那么把这头定义这个 我们先拿过来 只需要我们写一个简单的函数 Color 但是它是表单的形式 必须起个名字 那样 比如说我们的标题的颜色 Ti 头Color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 在有表单的时候就可以有这个 然后有提交按钮 就能把这颜色提到一个数据库 插到数据库 保存标题的同时 要保存标题的颜色 数据库对我自断 好吧 来我们看一下 能不能出现一个颜色选择器呢 看默认是黑色对不对 数个一点 可以选择一个颜色 看到了吧 那如果你是做修改表单 张一提交就可以通标题和颜色一起插到数据库了对不对 那你什么形象都可以 那如果是做修改呢 比如说 啊 服务器端 这个位置 这是我们原来做这些插件的东西 我们先展示不用了 我们可以把它删掉对不对 比如从数据库里边取出一个颜色 我想修改标题的颜色对不对 是不是得要才标题颜色的默认字拿回来啊 那假如说这样 smarty里边有个asi金 分配过来一个颜色 对不对 是吧 标题的颜色吧 TI TLE 就这块我们已经竹串 对不对 然后比如说默认是红色的 FF0000 是不是这样呢 是一个红色的颜色值 那我们还记得前面说过 在双眼号里边可以使用变量 对不对 那我们直接可以用这个微流值等于什么 我们是这个 传过来的变量 $TLE TLE COR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默认就变成了 这么变成红色 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表单里边给我们生成了什么样的代码 你看 生成了是不是 GS 对不对 然后是不是input 类似这个的 样式 是这个的 对不对 然后微流值 对不对 当然我们这里边内部标签没有这么大 没有给我们加上去 对不对 应该是里边有问题了 我们比如找到这个插件 咱们可以修改 是不是能用这个标签做的 对吧 我们这里边可以使用 你看 参数判断 必须这里边都有一个内部 给这里边的内部属性对不对 内部属性这里边加上内部值等内部 我们看一下这边内码里边 有内部的值吗 有内部的值了 对不对 已经加上去了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颜色选择器用法 是吧 很简单 只需要在我们标签里边用一条代码 甚至加上 对 我们看一下它的GS原代码在哪呢 咱们所有这些插件都在这 日记选择器 颜色选择器 还有这个 对不对 当然这些是没有用的 我们代表它去掉 就是这三个插件 每个插件都在网上找到一个GS特效 咱把它变成了标签的形式 一条代码就可以用 那最后看一下日期的选择器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用到的 比如说 我们只需要加上一个DTE 是不是就是日期 然后它既然也是表单的形式 必须加这个 比如说 开始的时间 S T R T 然后这 其实还有一个选择结束的时间 比如搜索一个时间段 对不对 再DTE 然后NAME等于结束的时间 ET T T 看一下 有没有呢 小心一下 看到了吗 有开始的时间 比如说从2014年4月8日到4月30号 是不是我们这是一段时间 你看这个选择性 是不是挺漂亮的 大家觉得不满意 可以在网上找插件 用同样的方法加上 那只需要一条代码 就可以怎么办 就可以放进来 对不对 那假如我觉得我想 不光是年月月日 我想连十分秒都有 那我这话 Time等一 就是说 时间的意思也加上来 Time等一 看到了吗 这样的话我们 稍息一下 你看 是不是被格子并宽了 我们选上年月月十分秒 是不是也可以吧 那同样 如果我们做修改的时候 如果做修改的时候 这是默认的显示 修理库里的时间 或者我们现在默认的显示 当前时间 对吧 怎么做呢 我们同样可以在prp程序里边 分配一个当前的时间 sa smart 或者是从变量里边 取出一个时间 对吧 我们分配两个变量 比如说 一个是开始时间的一个变量 或者是叫做 当前时间我就吸Time 那我们可以用DT 这会儿要放上这种格式 年月日时分秒 好 看一下 我就可以把这个变量放到哪呢 放到这个里边 假如说 我这会儿还能默认显示时间 对不对 那微流值等于什么呢 $C10 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一刷新的时候 这会儿就当前时间了 对不对 这个如果有的话 也加上同样的变量 是不是就可以了 做修改的时候就可以放过来了 那除了这两个 最主要的是我们文文编辑器 比如标签的时候 TSTAR ARE 那这个大家都明白 你看 起个name的值 name 比如说是文章 或者公告 NOTC 然后这块 这是一个DEM 你看 这个文文编辑器大家肯定都认识 对吧 但是这个是最简单的 你看就是这样的文文编辑器 那如果用户想编辑这个内容 像word的一样 想编辑它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也有办法 什么的 你看 我给大家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标签 什么的 TESTARE 跟它用法是个样 指不在是自己做的 然后名字 比如说是文章的内容 C-O-N-T-N-T 对不对 有没有结束的 斜杆 TESTARE TESTARE 对吧 是不是又有结束标签 默认值 我要它显示 比如说这也是 这是一个TEST的测试 对吧 我们看一下 默认它就会显示一个文的编辑器 这又错误了 看一下 这块我们得用结束的大括号 是不是 因为我们结束开始不要这样 结束不要这样 是不是得这样 来刷新一下 你看 是不是这内容就可以编辑了 给你出加下方线 对不对 然后颜色 你看 就变成这样了 比刚才上面这个是比较好一些 对 当然这个我们还可以调 比如说上面这个栏目 你觉得不太漂亮 对不对 我们有几个值 比如说你看 现在有这么几个值 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 它可以有什么值 在我们插这里边 这个里边我们找到 你看 还可以使用DESC 默认值是谁 这个对不对 我们看一下DESC什么样的 我们打开 这块 假如说我们功率条 TOOLBR 功率条等于DESC 可以改变一下 你看变得很简单的 对不对 但这个你要是会编辑这个文件的话 你可以自己随意定义 对不对 除了这个 假如说我想这还不够全部 我还是有很多拳的 对不对 对 我可以改成FURR后拳的 看一下 你看 是变成这样了 你想的变成什么样 比如说字体 对吧 比如说这个字体 是不是 然后大小 比如说说大一点 48个字体 你看 是不是都可以改 然后我们一提掉标单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那除了这个 假如说为了符合我们 跟模板中其他爷们的风格 我们还可以加什么 比如说 颜色 比如说 GRE绿色的 假如我整个页面风格是绿色的 我还可以用这个加上去 看到了吧 是不是绿色的风格 那比如说高度我也想加 默认高度 假如是300 你看 是变长了 对不对 当然了 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属性 你看大家用文联系 是不是一条代码就可以搞定了 那我们写 模板的时候是不是很方便 这就是我们常见的几个 当然了 我给大家写这几个 可以大家留一个作业 自己去研究一下 对吧 还有一些比较常用的 比如说 假如我在这写一个 Table表 对吧 然后名字 等于 看一下 等于 比如说 ARTA AR TICLE 那 这是为什么 什么样 只要写个表名 那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表的所有数据 都读过来形成表格 是不是连接数据功能页也都省了 如果想看这表数据是不是就可以了 如果这块加上配置分页 假如说等于5 那就是什么 每页显示5个 自动还在分页 大家可以试一下等等加上 对吧 然后如果这块写上外条件 对吧 比如说年龄大于10岁的 然后会按这个条件去查 是不是更方便一些 对不对 如果这些 当然你还可以加很多这样的属性 比如说 Bnit等于10 对不对 我写10条 对不对 都可以聚集下去 那比如说再加上一个circle等于 那如果不按前面那些数据 你可以任意写circle一句 形容不让我们从US要S 对吧 那就会从这个插出来形成表格 对吧 当然表格你还可以指定自断 File FID LD 比如说我只要ID和内部 那插着这表格就只要ID和内部 对不对 还可以起别人形成表格等等 你可以自定义随意扩展 你想想一下如果有这个的话 我们查验数据库 想显示表格是不是很方便 对不对 比如说一个表单或者什么的 我们都可以做上插件 就看你喜欢 对不对 当然了咱们做产品或者是想快速开发这样做 如果大家觉得一个功能就用一次的话 没关系 你直接像原有的那种开发模式 就是自己系也是可以的 对吧 好 实际上咱们就介绍这么几个常见的 好吧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想象力 把网页上建造的所有东西都可以扩展成 这种形式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我们这节课就这样到这里 再见 我们不能运行 我们把它给大家留着吧 大家要想运行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去掉一下 对不对 好 谢谢大家 这一刻我们就在这里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员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不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风格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风格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乐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 在眼iają看 我来不论 绝望 那么 啦 谢谢